无论你承认与否 除了篮球本身 NBA 最吸引我们的 就是球星 尤其是超级巨星 我们喜欢科比的转身后扬 喜欢詹姆斯的加速爆扣 喜欢库里的运球后 快速出手三分 我们会在球场上模仿他们 哪怕投出来的球是篮外空星 那么爆扣到最后变成了小铁篮 我们还是甘之如银 对于巨星的热爱 是刻在篮球爱好着骨子里的东西 乔约翰逊 这是一个绝不会被我们称之为巨星的球员 可就是这么个球员 却恰恰应该是我们在球场上模仿的最佳对象 不 不只是在球场上 如果你在职场上也能学到他的精神 你做任何事都会变得事半功倍 乔约翰逊 可以说才是真正更贴近我们普通人的一个球星 技术至纯 纯基础的巅峰 说起乔约翰逊 你想起的绝对不坏是他某一方面的无敌 他肯定不是身体最好的球员 他也不是射篮最精准的球员 他的打法不暴力 他甚至都算不上是进攻端的万花筒 可是 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样样不惊的球员 在比赛最后 时刻当他接到球的时候 你就会无比紧张起来 因为不知怎低 你就是觉得球会进 实际上 这样的想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因为整场比赛都未必表现多好的桥 一旦到了比赛最关键的时刻 就开始变得不可阻挡 我们在今年的季后赛里 已经两次看到他以一己之力先翻快船 而这一年的他 已经36岁了 可他在关键时刻 单打时的动作 几乎和几年前的他别无二致 唯一的不同 是三四年前的他 可以一对一直接面对 最巅峰詹姆斯的防守 单挑连续打成四五个 而如今的他 需要稍微借个挡拆找个错位 十年如一日的关键球能力 乔依赖大 就是他最纯粹的篮球基础功力 在现役身高超过两米的球员里 乔约翰逊的运球 可能是最稳定的 在他的运球动作里 没有大幅度的变相 也没有急停急起的变速 有的只是左手换右手 右手换左手的稳定运球 利用运球的节奏和身位的变化 来制造空间 让我们来看一个 年轻时乔约翰逊的运球能力 运球 没有什么 是比这更纯粹的基础能力了 而当这个基础能力 到达了一定程度 球就成了你手掌的延伸 在这个方面 乔约翰逊 可以说在老一代中 都是达人中的达人 在这个年轻球员 都在强调远头和三分的年代 很少在乎有球员 拥有如此纯粹的运球技巧 即使有 也很难做到老乔的地步 有了任何时候 都让球听指挥行动的能力 乔约翰逊所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将自己的身体优势 发挥到最大 是的 他跳得不高 跑得也不算快 可他在得分后 为这个位置 拥有相当优异的体重 同时他的肩宽 也让人干扰不到 他远侧手的运球 第一场比赛 乔约翰逊绝杀快船 靠的就是肩宽和蹲位 他扛着防守人 一路进到了对方进区 然后直接用远侧持球的手 半抛半钩的将球射出 这种投射方式 算不上好看 却无比有效 正因为他同时 拥有着后卫的运球能力 小前锋的体重 和接近中锋的肩宽 他才能做出这种 只属于乔约翰逊的投篮方式 可是 只有这一招 绝对成就不了他 的外号 有了侧身 扛人加抛射的这一招做基础 对方的防守人 就不敢直视被他挤着走 一旦感觉被乔约翰逊挤开了身位 而他又做出了要攻击的态势 防守人只能往前托 而这个时候 再结合乔约翰逊运球的技巧 以及特有的节奏停顿 就成就了他看似无解的单打了 就拿第四场的这个球为例 这一球 实际上乔约翰逊 已经走进了两人的小包围裙 可这个时候 他忽然停下了运球的节奏 然后用左肩靠了一下 赶来包夹的巴摩特 因为他的身形比巴摩特要厚 快船就不知道 他到底是会议 挤开巴摩特 换左手运球往中线走 还是二 直接后撤步投篮 所以此时快船的 两个防守人都犹豫了 而乔约翰逊 却选择了最简单的三 直接抛射 每个动作 都是基础中的基础 可当他对自己的身体 优势力用到最大 再用运球掌握住节奏 看似普通的投篮 都变得难以防御 基础的纯粹 就是单打乔 驰骋联盟16年的秘方 或许 这才是我们 真正该在球场上 模仿的对象 心态之纯 纯粹的职业篮球人 当然了 关键球这个东西 光有技术也是不够大 很多时候 你还要有一颗 最够坚强的心 实际上 说来你或许不幸 乔约翰逊 在刚出道的几年里 曾经被诟病股计后赛 发挥不稳定的情况 他可以在一场比赛里面 对凯尔克人三巨头的围追堵截 杀红眼 也可以在下一场完全迷失自我 只拿下少的可怜的分数 这也是为什么 他在老英 拿大合同的几年里 一直被人所诟病的根本原因 或许技术够 或许水平也够 可他似乎就没有超级巨星的那份稳定 可是 当乔约翰逊的年岁越长 他的关键发挥就越稳定 在我个人看来 这是因为随着年岁的增长 乔约翰逊也长成了一个 纯粹到极致的职业篮球人 他依然保留着 职业篮球人对胜利的机客 可同时他也不会 将得失心放得太重 正因如此 他才能表现得如此稳定 尤其的去年 季后赛前的几个月 蓝王买断了乔约翰逊 他一下子 从深背垃圾和同伟大南去的苦主 变成了季后赛球队 争夺的强力万元 詹姆斯甚至直接对媒体发声 表达乔约翰逊愿意来 他可以让出小前锋的位置 去打大前锋的态度 要知道 不愿意打大前锋 一定成不上 是詹姆斯离开热火重要的原因之一 可为了获得乔约翰逊这个强元 他愿意回到那个 他并不喜欢的位置 因为 没有谁比詹姆斯更清楚 乔约翰逊的能量有多大 在他最巅峰的年纪 这个看似 没有一点弹跳的男人 却让他有过 无论如何也概不到的 奇妙回忆 然而 乔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没有选择夺冠热门球队 而来到了热火 他的理由很简单 他想扮演 他会在买下来 我再继续